第二章 偏执的父亲 抑郁的女儿 据统计 具有偏执型人格障碍的人数 占心理障碍总人数的5.8% 且一般多见于男性 这种父亲的角色会给孩子的成长 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现实中 有不少抑郁症青少年的患病 与这样的家庭环境息息相关 今天的案例就从这里开始 第一节 父亲是制造负面家庭氛围的核心 患者档案 姓名小颜颜 编号002 病状 中度抑郁 紧张焦虑 头痛失眠 健忘 心跳加速 全身发麻 悲观厌世 暴食 自残 家庭情况 父亲是偏执型人格障碍 暴躁易怒 严肃冷漠 喜欢指责他人 母亲外相开朗 积极乐观 说话直接 不会控制情绪 父母关系不和谐 经常争吵 且恶言相向 家庭氛围紧张 2017年8月23日 我被诊断为中度抑郁症 在回学校的公交车上 我告诉了最好的朋友 我说自己有预感 会得这个病 但真正确诊后 还是有些害怕 医生给我写了一张纸条 说抑郁的时候多看看 里面包含 开心地去做正确的事 做不好没关系 不烦躁 有耐心 控制情绪 减少伤害自己的行为 这些话虽然是老生常谈 在外人看来 可能无足轻重 但对当时的我来说 是救命稻草 还在家的时候 我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了 脑海里无数次想象着 下一秒要割腕自杀 想活着究竟有什么意义 每天到了晚上 就头痛欲裂 在床上辗转反侧 怎么也睡不着 我知道 再这样脱下去 迟早会崩溃 就提前回学校 让室友陪我去医院 回到寝室 我按照医生的嘱咐 吃了药 接着习惯性地 把床帘一拉 又沉浸在自己的 黑暗空间中 第二天 在备忘录里 编辑了一串长文字 发给爸妈 事实上 我也好几次想要开口 跟他们当面沟通 但一张嘴 就因为委屈哭得 说不出话 也就只能用这种方式了 我自己也知道 我患上抑郁症 很大程度上 都源自我的家庭 父母经常在我面前 不分场合 时间地争吵 口无遮拦 什么难听的话都敢说 我爸不仅跟我妈吵 回老家了 跟爷爷也吵 跟我姥姥关系也不好 我爸这个人 很奇怪 在我小时候 我爸还是一个修理将 小到钟表收音机 大到空调冰箱 只要到他手里的电器 几乎都能死里逃生 那时候 我是他的忠诚小粉丝 经常趴在旁边 看他修东西 偶尔帮他拿下小工具 我对修理没有任何兴趣 只是想多享受一会儿 属于我们俩的时光 爸爸总会出其不意地 回头看看我 给我一个宠溺的微笑 后来 或许是因为生活压力太大 他天天皱眉头 刚开始这种严肃表情 对我来说 是一种父亲的威严 慢慢地 变成了一种 让我害怕 反感 甚至厌恶的东西 发展到后来 他开始经常发火 指责我妈 我想保护我妈 但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以至于他每次快要发火了 我就很紧张 很焦虑 我们交流越来越少 有时我觉得 父亲只是一个 冷冰冰的提款机 从未参与过我的生活 他心疼店里的冰箱 洗衣机 担心会留下刮痕 却不会对女儿说一句关心的话 看起来 他只是在小时候 短暂地爱了我一下 长大后 我们就变成了陌生人 我不止一次地盼望着 父母可以离婚 尤其是高中毕业那年 他不满意我填报的志愿 训斥我和我妈 我俩辛苦几天的研究成果 被他贬得一文不值 关键是当初问他的时候 他口口声声说听我们的 我跟他大吵 情绪失控到 当着他的面 扇了自己几巴掌 这也算是彻底夺走了 我对他最后的一丝好感 我当时给他们写了一封信 内容大致是这样的 爸爸妈妈 你们知道吗 我现在特别害怕过年 特别是大年三十 每次我回家 都会看到你们生闷气 不理对方 我既要讨好妈妈 又要讨好爸爸 真的好累 其实 每次回家的火车上 我都特别期待见到你们 但是一回家 我就会看到爸爸 皱得很深的眉头 肯定又是生意上的烦心事 我就会特别后悔回来 我也不想说话 我脑子里每天想的 几乎都是下一刻 我要割腕自杀 我觉得生活好艰难 就算回到家里 也还是个局外人 我记得 有一次我在家里大笑 爸爸问我说 小妍妍为什么每天都那么开心 其实我大笑是想放大在家里的那种开心 想让你们和我一起笑 毕竟我哭的时候也不想让你们看到 我写这么多 不是想让你们自责和内疚 只是想让你们意识到 自己有意无意的行为会对我产生伤害 既然我写出来了 也说明我心里其实已经放下了 我不会再像原来那样伤害自己了 我会慢慢改变 慢慢成长 希望你们也能和我一起成长 尤其是爸爸 在性格上多向妈妈学习一下吧 不要只顾埋头做生意 忽略了身边真正需要关心的人 闲的时候少看手机 多帮妈妈做点家务 还有就是 对爷爷的态度好点吧 我每次看到爷爷沟楼的背影 都特别心酸 对姥姥也是 毕竟她是妈妈的母亲 其实 我一直都很反感 爸爸在吃饭的时候 谈生意上的事情 多和妈妈说一些生意之外的事情 比如 她喜欢看什么书 喜欢什么样子的衣服之类的 有时候 别人没有做好你交代的事 也不要动不动就发火 多包容一下 因为别人已经在心里 自责了很多遍了 有时间 也多和妈妈出去走走 一起散散步 不要把什么事都埋在心里 我想对妈妈 说一句感谢 如果不是你从小鼓励我 我现在肯定更糟糕 每次想到妈妈 我脑海里就是你笑起来的样子 看书的样子 都非常可爱 希望妈妈 能一直保持那种外向开朗的性格 每天不要忘了看书 看二十分钟都可以 多接触新鲜的事物 不要排斥 我知道你心态很年轻 多和邻居拉家长 不要因为我写的这些东西胡思乱想 我只是在分享 也不要责怪爸爸了 他也很辛苦 我真的非常爱你们 这封信发出去第二天 爸妈打电话说要来看我 我没有反抗 在网上给他们买票 订好房间 他们凌晨三点多到了长沙 我把他们带到房间去休息 第二天 父母对我异常关照 甚至可以说讨好 总是愁眉苦脸的爸爸 也难得露出了笑容 说话时多了一分小心翼翼 我的鼻子像被芥末呛到一样 很酸 那天 我鼓起勇气告诉他们 每次吵完架 我都会用小刀割破皮肤 惩罚自己 那种快感 可以给我带来片刻的安宁 我常常在被窝里泪流满面 失眠到天亮 幼时的冷落和高中的压抑 让我喘不过气 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了 只是一个累赘 可能连毕业都有问题 再也无法像正常人那样生活下去 委屈 质疑 担忧 恐惧 自责 这些日日夜夜 在我内心发酵的情绪 终于发泄了出来 爸妈向我解释道歉 说他们的苦衷与无奈 让我好好治病 不要多想 他们还养得起我 我不忍心看到父母这样 只是安慰他们说 没事 一切都过去了 你们以后不吵架 不随便发脾气就可以了 在长沙的最后一天 他们带我去医院复诊 中午 所有患者坐在一起 包括抑郁症 躁郁症 以及双向情感障碍患者 医生统一进行心理疏导 家属在外圈站着 医生讲话的时候 我偷偷地在人群中 寻找父母 一抬头便撞到 我爸那种担心 又强忍着 不表现出来的表情 我再次泣不成声 我知道 事情 可能会变得好起来了 谢谢大家 我接下来 为什么 你可能会变得好啊 在他心里 都不会变得好啊 我 到这期 都不得了 感谢观看